好,订阅游药栏,我们继续继续啊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录入器的配置 那么其实官方的有一个详细的关于录入器的配置的文档 这个其实讲的非常的细致 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细节的配置 而且包含了羊羽Poser的安装 还包含了一些NetConf通告的相应的配置 这个文档算是讲的比较详细的 大家感兴趣更详细的配置可以到这里边来看 OK,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包含一些通告的 设置都介绍了 OK,这是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下来的Comp的话,其实要不要这么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几个操作就可以了 首先现在我有两台 两台录入器 这个录入器现在基本上没有配置什么东西 只是配了一个 简单的IP地址 它就配了一个简单的IP地址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SAT登录 我就能够登录上来 首先第1个呢 他们跟Ansible之间的其实是不通的 因为跨了一个 跨了一个网段 我们Ansible的地址是1921681.100 然后他们的地址是172161.21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需要指一个网关才能够跟这个Ansible的这个 主题通起来 但Ansible上面就是这个Young Employer 172.161.254 他们的网关聘一下192.168.1.100的这个 这个Ansible的机器 但是这个Ansible的机器就是Young Employer 好 这个搞定了 下面呢就一句话 Let Conf Net Conf Net Conf Young OK 好在那个文档里面有详细的各种调优啊 然后各种一些细节的调整 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 但是那个都不重要 保持默认的其实也可以 好这个配完了之后呢 能够 能够怎么来验证这个 可以 可以访问呢 可以到这 那么 可以选CSR 然后地址呢是 192.172.168 16.1.211 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姨这个录录起代币地址 好这个地址 端口号more是830 用户名是Admin 密码是CIC0123 这就是登录到这个录器上的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这个是15级的 密码 好然后呢你直接 去点这个Cability CSR 172.161.211 172.161.211.830 Admin CS0123 我看看问题啊 Admin OK 刚才可能是 还没有完全起来啊 可能这个服务要起一次还没有完全起来 现在应该是可以了 Cability 这个刚才肯定没有错了 好 这是这边R2是2我们来看2也行不行 简单问题 OK 好我简单给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里面其实你就能够看 他能够支持着相应的这些样的模块看到了吗 这些样的模块 这些样的模块 这其实都在告诉你他支持哪些样的模块 OK 比如说我们copy一下啊 copy一下 我们出来 来 我们搜一下 这个lative 你看 Cisco iOS Xe lative 这很明显是可以的 OK 这其实就是解释他能够支持哪些样的一些模块来对他进行操作 很多很多啊 OK 这就是这个Cability 默认如果说能提取到这个 然后呢肯定是可以操作的 好 表示呢 我们的Yang Explorer装好了 然后呢录音器也配好了 通讯也没问题 Yang这些模块呢咱们也加载了啦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配 第1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要配个什么 我们配东西比较简单啊 就配 两台录音器 刚才那这两台录音器那是G1 配了这个172161.211和212 我们用G2 来给他配一个值点 那么 10.1.1.0 左边是点1 右边是点2 然后呢起俩还回口 左边是1.1.1 32位右边是2.2.2 32位然后呢 首先我们整个过程都是用这个 Yang Explorer和Python来实现的 然后把IP地址配了 把接口落下当了 然后呢我们起OSPF 然后我们起Network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见对邻居学到路由 然后我们查询 相应的邻居 我们可以查询相应的路由表 我们能够查询CPU利用率 我们能查询内存利用率 基本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任务 好 拓谱当然就比较简单了 我也不可能去配一个特别复杂的环境 好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来配一下IP地址 这个真的很麻烦 你可以看一下以前我的PVT里面应该都是截图 这次直接受不了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复杂 就直接在我的PVT里面直接牵着录像 因为我也 我如果没有录像我可能自己都找不到他在哪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应该我记得住 首先我们要配什么呢 要配IP地址 他应该在我们主要在这个IOS XE Latif里面配 你把它展开 好找到这个Interface 这个确实不太好找啊 因为他东西太多了 当然可以帮我看Interface 好我们是什么口呢 是G口 你找到G口 好然后呢找到G口 那G几呢 我们要配G2 我们的接口是G2 看一下 我们要配G2 就是G2 G2好口 好G2 然后继续往下配 往下找 IP IP 这个确实不好找 然后呢 地址选择 我们选择用 地址 而不是No address 也不是OnLumber 地址 地址选择 我们是固定地址 主地址 好我们开始拍了啊 10.1.1.1 这个软件的好处 自动帮你构建了这个 一样的这个 XML的这个 结构的数据 OK 帮你构建了这么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直接运行 你看前面上面填好了啊 然后呢这个数据也可以构建好了 然后呢直接Rub OK 可以看一下 这个配置就搞定 开完 OK 当然没有打开啊 一会打开咱们再说 好 那么 通过Young Explorer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配置 当然了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功能 它帮你 它能帮你产生一个Python Python文件 直接帮你产生一个Python文件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你有几种办法都可以 你可以在本地 端运行 也可以 一会儿咱们再说 一会儿我本地的话 一会儿我会把它改成Python3来运行 因为它是Python 它构建这个是Python2的 所以我还需要给它传到 Ansible这个机器上去运行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新建一个 文件 叫做 Python.py 好然后呢 我把刚才的这个 脚本 复制 Conservate 然后保存 保存 当然有个东西要改 我们通过这个脚本来 配R2 我们用这个 YangEaseProyer来配R1 我们用它来配R2 R2的地址呢 很明显是配R2 OK 然后呢它还会上面有个注释还要帮你 提醒应该怎么来执行这个脚本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脚本啊 主要是构建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下面呢可以 提取参数 然后把提取的参数呢 传进去 然后进行连接 好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搞定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到Ansible上去 好我们能看到这个 这个文件 刚才它有个提醒应该怎么执行的啊 其实暴力填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 访问2 然后呢这个文件的名字叫做 Python NetConf 好基本上差不多了 运行一下 LonModule 因为 这个要在它的虚拟环境下面 才会有这些Module 所以说要了解一下 应该是 CDYangEaseProyer CDV 然后Source Source一下 Being Active 激活虚拟环境 然后呢你再退出来 不应该这么退 再来一遍啊 我应该Source一下 好激活虚拟环境 直接这样啊 直接用虚拟环境下面的Python 来执行 这个 OK 同样的啊 它这个脚本做的还挺靠谱的 你只要把这个IP地址 改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代码里面的 地址 因为那边配的是10.1.1.1嘛 这次你要配成10.1.1.2 所以你把这个10.1.1.2改一下 自动的就帮你 Python 构建 然后你执行 那么也就把R给配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R自动就帮你配了 好当然了这个IP地址配了之后呢 下一个问题呢就是 如何给它 noshadown 这个刚才已经搞定了啊 如何给它noshadown OK 在noshadown之前我们再说一下 其实我 专门对这个代码 当然它的代码其实不太爽 它这个代码 虽然说你感觉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这个代码确实是用Python2写的 稍微有点卡了 我们再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是用Python2写的 我觉得 很不爽 所以说呢 我自己对它进行了一个修正 这个在我的PPT里面其实已经 已经 欠进来了 我把这个代码呢做了 这是Python3的 做了Python3的修正 其实只要装几个模块 Python3的这个 模块名字都一样 一个是处理XML的模块 一个是 NCCClient 就是LetconfClient 装这两个模块其实就可以了 当然了 我还导入一个政策表格式模块 我改完之后呢大概会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定义了这么一个 定义了这么一个方法 定义了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你只要传IP用户密码 接口名字 地址 研码 然后呢还有断口号 Mores830 就 会帮你自动构建 会帮你自动构建 OK 比如说我们来配一下 这个 R1的三号口 我们配20.1 20.1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好事 OK 考虎吧 当然这个操作比较麻烦了 因为我做的希望能够做得更加通用 你不用计考 你用快速以太网考 当然你必须填全 必须要填全的 完整的那个Fast Ethernet 就可以 如果说你快速以太网考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做了政策表达式的 匹配了之后呢 而且可以对关键的这个 XML的里面的字段进行替换操作 我会把这个 这是原始的这个XML 然后呢我会基于你的输入 来对适当的内容 给你做相应的替换 重构这个XML 根据你的这个输入 重构这个XML 然后呢就给它发过去 这是Python3是完全可以的啊 因为这两个模块在 Python2 和Python3其实都有 格式基本上都差不多 主要是对XML的重构 这个过程其实 会花一些时间 是Python3的啊 好下面一个呢就是如何去low shutdown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low shutdown接口 low shutdown接口呢 我的套路呢是 不在这个雷题下面做 用它原生的叫 ITF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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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get 我们可以看一下 Interface这个地方 我们重置一下刚才的东西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直接get一下 行不行 看能不能得到接口信息 构建IPC 好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完全可以得到接口信息 Teta的G1 Teta的G2 然后下面是我刚才配的G3 OK 当然了你需要通过 对XML的解析 来把这个接口信息打出来 完全没有问题啊 好下面呢 你就需要对 我们开始来 改接口啊 我们要对 G2 我们要low shutdown 激活 是真的 OK啊 OK啊 看一下啊 已经都下当了 等一会儿就会up up了吧 好 同样的办法 你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它构建的 内容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 然后呢 直接的 去替换 这个部分 去替换这个部分 G2 激活 应该是这个部分 好 保存 然后呢 你同样到Ansible这边去运行 我看看啊 我是不是把东西改错了 Payload 我把这个先全部关掉啊 G2 G2 接耳激活 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然后 我就贴了一下 然后 Ctrl V 没有区别 进不了 我看看啊 这好像是Ansible 格式的错误 我来试试看啊 这个怎么会错呢 如果说我在 我在填2 2 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怎么改了一下就Python上执行不了了呢 看一下啊 这个明显是 好使的 OK 或者说我重新在 刚才不知道哪有问题啊 这样直接你可以产生 重新产生一个Python文件 复制 复制 直接Ctrl V 保存 然后 再重新执行一下 这就OK了 刚才不知道哪贴的有问题啊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正常 反而很简单啊 就是通过这个 可以构建Python文件 然后贴过去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OK 其实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把这个Payload的部分 只需要把这个Payload的部分 刚才是不是贴什么贴错了 应该只要把这个Payload的部分贴到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重新帮你执行了 应该是刚才我有什么守护啊 好这个接口又给他 露下档了 好下面呢 我们来配 OSPF 我们来配OSPF OspF呢 还是要回到这个LATIO 这个还是要回到这个LATIO啊 这个现在我的网有点卡 好我们回到这个LATIO 好我们回到这个LATIO 重置一下它的内容 我们会找到这个 Interface收起来啊 我们会找到这个Rotor 这个不好找啊 每次我都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得到 它不是按照顺序来的 这是它比较讨厌的 它顺序是乱的 诶我怎么现在找不着了呢 我看看啊 就是这个 你看这就是Rotor LATIO下面的Rotor 等我再找找啊 我查一下 Rotor Rotor 你看明明有这个Rotor 眼神问题 眼神问题 我再找找 太多了这个确实不太让人人适合来找这个东西 哇我真找不着啊 Rotor 展开一下 我的眼睛是真有问题吗 肯定有 因为刚才已经收到了 这真是在逗我呢 找不着啊这个 哎呀这真在逗我呢找不着啊这个 LATIO Rotor 明明这个 IOS LATIO Rotor下面就有 我能双击过去吗 哎 哎 双击过来了 为什么刚才就是找不着 好这个双击可以过来啊 那这就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 先把充滞了 然后呢ID给个1 给R1配 我们先起个Rotor ID 这是 同样的方法啊我就不可以转Python了 然后给R2也配一个Rotor ID OK OK 好下面那里还可以LATIO 我可以看一下下面应该有LATIO 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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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看得到 反正我的眼神是不太适合看这个漫七八糟的东西的 LATIO 通过哈 IP地址宣告 10.1.1.0 0.0.0.25 L0 L0 我看看啊 给R配了 再给1配 OK就有了啊 当然环华课还没有做 这样啊我先把 环华课的网络先宣告了 1的话应该是 1.1.1.1 2的话应该是2.2.2.2 1.1 1.1.1 OK好宣告也没问题啊我把环卉口再处理一下 我把环卉口创建了刚才应该顺道应该把环卉口也创建了 又是找Interface啊 找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个噩梦 Interface 总的看到了啊 然后呢有环卉口 环卉口 名字0 继续 IP 地址选择 1.1.1.1 给R1配 给R2配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接口是不会多一个 R多一个2 R1多一个1 我们来先命行来看看啊 OSPF labor 有啦 学过来路由啦 问题啦 OK OK基本上我们全部的东西都是拿这个 样来 用这个Yang exposure来配的 当然再说一遍啊 其实东西完全可以转换到这个 完全转换到这个 Python 用Python来做 他有自动动力转换的 你只要稍微去替换一下那个 XML的数据其实也就可以了 OK 好这就是我们的配置部分 这种配置 RotaID也是一样的 刚才点一下RotaID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自动配的东西 好下面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 我们来监控我们的路由器